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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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个两米以上巨人之间的战斗 这个横来之笔啊 这个后排腿蝎子摆尾啊 我们看到把对方撂倒啊 确实呢是使出意料 连续的这种变化啊 是场上的局面呢 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这种变化 再来烦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种变化は在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这是WF的私人政办案的决赛 所以双方都全力以赴 然后四大厘程 这个两米多人可以坐后摆踢 转身手机差一点 这个打得非常重 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重击 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刘老师你觉得谁会获得冠军 现在还是未可知 因为双方起股相当 在场上比赛 双方的计算术的发挥 应该说还是体现了他们的本次的这种实力 所以场上有些不可知的因素 我觉得这是这个无差别级的 我看过最精彩的这种比赛 然后双方打得非常有力 而且相当的灵活 这个出人意料 我跟陈总还在议论 如果说不说他们的身高 我们只从画面上看着 说他们是一米七五左右的选手 应该说大家不会有丝绕的怀疑 在中国的话 就是中国运动员的话 在75公斤 80公斤算是比较好的 既有力量 也有速度 但是呢 在这个道级别上 中国运动员 其实很难做到这么灵活 坤仁军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 使我们呢 从这里能看到 世界擂台对抗的 这种方方面面的特色 和一些优势 这样呢 更有利于我们武术搏击的 推广和发展 双方的距离的拼针中啊 还是应该注意一个节奏的掌控 正所谓是进操其身 退领其器 无论进退 攻守都应该呢 有有效的这种连接 做到呢 叫制人而不治于人 我觉得这个红防乌克兰选手 好像在这个体重上 可能会占一点优势 但从攻击的态势上看 我看南方选手 就是毫不示弱 对 no clinch fight 真是势均力敌 我们经常讲呢 杭嘉宇伸手 再看两步走 就知有没有 我们看到现在南方选手呢 这个步伐移动啊 应该说呢 他这个节奏掌控 距离掌控呢 确实还是体现出 他这个技术风格 stop 正所谓是寸步碾死人 我们看到这个机会呢 对南方选手 是不是更有利一些呢 这是最后一局比赛 这个双方应该全力以赴 也不需要保留体能了 我和陈总还在议论呢 在比赛中啊 我们看的是非常的精彩 但是这个时间呢 我们觉得是格外的漫长啊 fight 现在体能好像双方还都差不多 并没有看到体能的这种不足 fight 作为他们这个职业选手啊 这两个选手啊 给大家一个什么印象呢 就是他们这个个性化的 这种技术发挥啊 还是给大家观众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他们很乐于展示自己的 一些个性和与众不同的地方 给我感受到 双方的那个拳都很重 而且打到最后一局 另外定打了两场比赛 体能保持如此之好 真的职业质量非常的高 所以这也靠台下的一种 充分的积累 需要很好的职业储备 和良好的职业素质 有时候看中国运动员打比赛 在第二场比赛的后半段 常常保留出明显体能缺陷 所以我也希望中国运动员能够 平时的这个训练强度能够上去 能够保持充沛的体能 打这种非常艰苦的比赛 这个要求呢 有非常好的精力 和非常好的科学训练体系的保障 今天一晚上实际上这两人已经打了六场比赛了 六局了 我看来体力方面呢 我们也觉得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颗草啊 刚才红方选手又是转身边权 这个好像有一些物质动作 现在蓝方选手啊 表现出他这个体能和他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 不断地对红方选手呢 造成强大的压力 时间不多了 我们看到蓝方选手呢 这能不能把自己的这种技术和战术 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最后一刻呢 被自己赢得荣誉赢得胜利 好像蓝方打得更主动一些 但从技战术来说的话 双方打得相对比较方便 就是一拳一腿 我们传统武术经常讲呢 是手持两扇门全凭腿赢人 腿呢还是指步法的调整和运用 正所谓是手掩身防部 点线面具实 比赛结果 蓝方选